他考验你的这个短处的发力 也就是手腕手指 也考验你的球感 你的反应 还有你的步法 这一期教你们一些 就是往前球的挑球的发力 很简单 它的发力的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靠小臂和手腕手指 也可以打强 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准备热身的时候 你都可以这样去练 首先 弓箭不一定要准备先 然后这样练 去控制那球 练这种短处发力 然后去找球 然后步法 稍微动一动 练正手的发力 正手 然后正手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练反手 这个感觉 反手调球 调球往上调 这动作全部很简单的 弓箭不一定要做好 然后后边稍微升级一下 也就是正手 反手 这个就要考验你的球感 正手 反手 正手 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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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正手 反手 正手 反手 就这样调整 用弓箭步 和上一期的就不一样了 这个主要就是找到你往前的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底下的 调球的动作 当然还有上边的球 也一样的发力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打强 它考验你的这个短处的发力 也就是手和手指 也考验你的球感 你的反应 还有你的步法 所以打强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训练项目 广义 让广大的球友受益 有什么羽毛球生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神度教练